2013年 第一场发布 这是我们2013年第一场发布 而且也是 我相信会改变整个行业形态的发布 我们今天发布是什么呢 是黑莎P-MOS 那什么是P-MOS 我们重复来讲 大家知道黑莎的使用是维基金建房的 为了这个行业我们建了各种各样的房 但是这些外表这种形态 它都是表面 我们真正花时间花精力最多的是 在重塑整个内部的框架结果 也就是要让 机器人房子更加出门更加固密更加严重 为了 为了把这个架构重新做好 我们呢 是 把基金房的塑造成三块 一块呢 是云端的 一块是中间控制和接口成的 再来一块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那些结构和烦恼的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控制层和接入层 已经给它独立定义出来 它要做的是一个超级网关的一个角色 还有一个就是连接外部的这个软件的API 还有就是整个硬件的控制的一个HUB 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充电的控制都在上面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BMOS 它是标准的 那么其他的外层的 不管它是什么结构 它是双开的 它还是单开的 它是集装箱的 或者是板金的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结构 都可以通用的来控制和接入 而这个云端这个层呢 是吸引于我们这个接入层 在云端实现的关系 有远程的走弯 远程的维护 远程的这个物件的更新 这就是我们黑虾所定下来的 新的机械团房子的结构 我们为了这个结构 在过去两三年 已经做了很多的机械 比如说我们T100的这个超级网盘 是我们自己 根据机器人房子的特点 自己画的板子 然后升级了好几代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 适用于机器人房子这样的特点 它的接口数 它的接口更加丰富 然后对这个充电的控制也更加丰富 对传感器的控制也更加丰富 第二个就是Q100 那这个云端的 这个远程维护的一整套系统 我们在2022年就发布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充电器 从2S到12S全部通用的充电 并且可以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充电状态的这些数据 全部都能够智能抓去 而且可以做到很多的这种充电的好处 都已经比较清楚 还有就是我们的智能脚架 我们的智能脚架 所有几个机器都已经开用 而且智能脚架已经 它不只是一个充电的功能 它还有其他的这个HARP的这种扩展 然后就是PGA的这个本地调出工具 而今天 我们今天将发布的是最最核心的一块 哪一块呢 哪一块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取出来的 整个节目里面的HARP HARP 叫 就是 Boat National Operational System 好了 我们这次发布的这个模块 它包括了三个部分 嗯 T100 这是 一个超级网温 然后呢 PDN7的本地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调试工具 再加一个我们最新开发完成的一块板件 叫Sini 就是模拟器 也就是说 只要有了这三个模块 那么我们的机身商客户 或者我们的软件商 或者伙伴 不需要购买一整套的机槽 就可以实现整个的开发 连条 那这代表着什么 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代表着 可以为我们的机身商客户 软件开放的客户 究竟要买什么样的机槽 甚至于都还没有水型完成 是哪一板温机 在这种时候 我们的机身商客户 要这个 要做开发 要做机身 其实通常是有很多可能的问题 因为机槽的时候 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就解了 因为有我们的bmos 你可以先买bmos 调好了之后 将来客户 确定了之后 你再买机槽 也来得及 再比如说 这个 客户 最终有可能会更改 它所选行的问题 比如说 Mavic 变成了F3 或者变成了什么其他机器 如果提前买的一个机槽 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所以呢 只要先买你的bmos 调通测好就可以 而再比如说 只是想开发整套的系统 还没有必要去投资很多钱 去购买一个机槽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就先买一个bmos 总而言之 但是 未来 我们的开发者 和我们的机器商 没有必要 直接一上来 就购买一个很贵的机槽 可以先买一个bmos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行业 的一个 我们想做的一个贡献 我们想要做的一个贡献 同时 我们也承诺 从202230一月份开始 我们所有的机槽 机间的房子 都会 这个 都会 寄予我们的bmos 开发 也就是说 只要你 更晚了我们的 你采用了我们的bmos 并且呢 连条通了 将来你可以 选购我们任何一款的技巧材料 不管是大的 小的 双开的 单开的 集装箱的 还是能够 都可以 因为我们的 这个 大的 中心它是 一致的 价格 能够给大家 带来这个 更加便利 快捷 的这个 这个 集成开发的速度 而且我们都有不存 我们成功 我们只要 一个要付款了 四八小时内 我们会 我们就会 发布 黑莎 我们的使命 再调调一下 我们除了几千件 房子 而且是 熟灯这个房子 只要是说几千 房子相关了 大家都可以找 都可以联系我们 进行个不妙的 好了 今天的吧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